大家好 我是Mira 我發覺我來韓國這麼久 我印象中好像是從來沒有買過蘋果回來吃的 然後我昨天忽然間超想吃的關係 所以我就馬上上網落單買了蘋果回來 因為它一次過一定要逼我買六個 但仍然因為我吃水果的速度 我覺得不夠快 很多時候可能吃到最後 那個水果已經差不多要爛了 我覺得有一點可惜 所以今次買的蘋果 我將會有一部分用來做果醬的 因為做了果醬之後 它可以應用到的範圍就會闊很多 所以平日煮飯或者吃其他東西的時候 我都可以放蘋果醬進去 所以現在就要來做果醬 一番茄子 如果紅蘋果醬 吃過小刀 放置一半 空這個 一半 空中 一個都會有熟利 所以就出來 都又在煮大 Carl 一半 我 están吃 加入最小壇 水 骨 盐 水 水 水 骨 我吃吃 口水 其他人 海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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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用大根 用鶏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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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量的鶏蛋 這次是我第一次做蘋果醬 我覺得都算是挺成功的 但現在看到其實是醬有點稀 它還是很熱的關係 它現在還是...好像是暖爆 待會它再冷卻一點的時候 它就會凝固一點 但這次其實我也是做得比較... 我的基準 而我的基準是偏甜一點 因為除了會加上乳酪 或者是塗麵包之外 我之後也會用它作為煮食的調味 和蔥飲飲 所以如果我把它做到甜度是剛剛好的話 之後就不會那麼好用 所以這次我是故意做得比較... 我個人覺得是偏甜一點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也可以試一下 不過我想說呢 我剛才煮了它煮了一個小時 我猜不到它要煮這麼久 因為如果你是做士多啤梨醬的話 最多15分鐘它就什麼都搞定了 但本身因為蘋果的質地是硬的 所以它需要多一點時間去令它的果肉去軟 但我個人來說 其實我喜歡吃蘋果多於士多啤梨 我不是說真的非常喜歡吃士多啤梨 所以我就決定用蘋果來代替 所以接下來這幾餐 大家都會看到我吃這個蘋果醬的 所以現在呢就會來做沙律 沙律的菜呢 我們選了可能很多人都不喜歡吃的 西芹 但我是...其實我不是特別喜歡吃 但是來了韓國之後呢 我又更加喜歡了它 今次買了這個是Takangsim 其實跟Takangsim是差不多的 我想問看就是說它們有個很微小的差別 就是它的脂肪是有很微小的多些 所以基本上呢 當它是雞胸肉就可以了 吃三塊 黷 Alliance 諦出琴 石頭 放在迷失 凍結 吃雞胸肉 再炒肉 看起來 我來不想吃 對 看來是凝固了 你看看它現在已經凝固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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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的晚餐就是雞肉沙律飯 賣相是非常吸引 然後配超人回內料 嗯 這個雞胸這樣烤超好吃 超嫩 一點都不乾 剛才雞胸加的調味我特地沒有加糖 因為沙醬已經有甜 所以剛才我這部分只加了鹽 我看留言的時候 我都看到有些人說我好像經常吃加工 或者一些不太健康的即食食品 所以最近在想 都應該吃多一些圓形的食物 所以大家可能會吃多一些圓形的食物 所以大家可能會吃多一些圓形的食物 就會慢慢看到越來越健康的食物 都一定 其實這個飯的idea 都是來自於韓國的某咖啡 自從那次之後呢 它一直都在我腦海裡 是完全不走的 所以呢 我一直都很想這樣做 今天終於有機會 安靜的食物 現在抱在地上 是非常穩定的 慢慢驚靜的 有機會 要咱可以趁大奇 帶點水 你本身在馬來西亞回香港的機票取消了 你要什麼時候回香港啊 因為我媽媽現在在馬來西亞 然後我本身買機票給她的時候是留了機票 但是剛剛看到email說因為肺炎關係所以取消了 好緊張好緊張好緊張 希望真的要成功 好感動 原來我終於得了 我心裡了很多個月 終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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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我成功申請到我的Visa 然後現在有Visa 我短期內不需要出境 因為我本身真的超擔心我超級不想坐飛機 然後我現在很累 好那有關我申請什麼Visa和申請Visa 經歷了什麼的困難 我決定第二天再拍一段影片跟大家說 因為真的經歷了很多東西 所以大天再跟大家分享 好那現在我回家是放下一些東西 然後我要再出去 因為 我要去警署 我今天真的沒有吃過東西 又是出動我的蘋果醬的時候 我一個蘋果的份量剛剛好 其實今早我很想吃 但是今早我實在太趕時間出門口 因為這個蘋果醬膀弄得不太甜 所以拆很多都不會覺得太多 我剛剛收到HINRY寄給我的postcard 大家請多多支持HINRY劉卓軒 香港男歌手 這首他有個平凡海賊王 我的小綠變成小王啊 我上次找了如果看到這些膚葉的 或者果斷地剪掉它 是不是這裡剪 應該是 OMG 其實這裡 這一塊有點旺旺的 怎麼辦 剛剛進去了警察局 然後說 因為我那件室物呢 就送了第二個分局 所以今天是找不到 然後那個分局呢 就是我之前去保室的那個地方 但是他們有辦公時間 所以我就要 可能明天或者 再找個時間 再過去啊 希望我真的找不到 蘭桂芳 江炒牛河 謝謝你啊 好想好吃你啊 完全是茶餐聽水準 好滿足啊 好好吃的香港小菜 好久沒吃到啊 突然間才升氣 吃了一半才升氣 但是今天很港式啊 你們說你好啊 你好 說廣東話 稍後找東西在家裡做雞蛋仔 買個雞蛋仔沒有嗎 無聊到這樣的生活 其實我都基本上很久沒有這樣出去 見朋友吃飯 是剛才打算 既然出開來就順便 所以呢都聊了一段 所以我現在極度睏 看到我的眼睛睏了 然後我打算明天再去一次警署 好了今天實在太開心了 又可以拿到Visa 然後又可以 跟很久沒見的朋友見面 因為剛才那兩位朋友 都是在韓國做生意的香港人 每次跟他們見面聊天 我都覺得 獲得很多不同的知識 或者一些刺激 所以人是會變得很有憧憬 很有熱誠的 所以呢 我也挺喜歡跟我這幾個朋友見面 因為都不希望自己一成不變 都希望自己有進步的嘛 所以我覺得身邊有一些很正面 很有憧憬的朋友 是很重要的 我覺得韓國銀行戶口也挺麻煩 因為如果你想用電腦做ebanking的話 是需要先下載一堆東西 但有些呢 可能是MacBook不支援 其實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不支援 唉 好煩喔 好像很久沒跟大家更新韓國的一些狀況 其實我每天起床之後都會看更新的 最近比較特別的就是 昨天4月6號 韓國最新公開的病例是首次低過50名的 相對其他地方的話 緩慢了 所以可能因為這樣的關係呢 因為早幾天看到新聞說 大批的市民衝去羽耳島去賞花 因為本身羽耳島是一個超級多人會去的地方 但我自己也覺得 就算真的很想看花 就盡量選一些沒什麼人的 因為其實不一定要專門選一些多人的地方 比如我家附近也有一條櫻花的街 所以如果外出的時候 我都會特意經過那邊去賞花 其他市的話 新增的人數 速度是慢過首爾的 總之雖然現在的疫情是漸漸下緩 但也不是一個可以放鬆的時候 所以還是還沒可以鬆懈 而在4月1號開始 所有入境韓國的人 無論韓國人 或是外國人都好 都是需要接受14天的隔離 如果外國人是不遵守這個隔離的話 是會被強制出境的 而的而是早幾天有位台灣女性 本身就說 願意隔離 費用是要自己去給的 但是那位台灣女性就說 沒辦法給到 所以韓國法務部就把她趕出境了 所以其實這個時候 盡量無必要的話 真的不要飛來飛去 因為反正你飛去哪裡都要隔離14天 而且現在入境韓國的話 首先是機場要檢查體溫 如果發現你有發燒或症狀的話 她就會立即去幫你做檢驗 如果你是沒有任何肺炎的症狀的話 目前首爾市已經把蠶室綜合體育館 改建成為集中檢測中心 所有入境者都一律要送到這個地方 統一進行集合病毒的檢測 才會將你送到第二個地方 進行14天的隔離 然後其實因為我們每天都會收到政府的警報 就呼籲我們盡量少點出街 盡量保持兩米的社交距離 但樂天世界這個遊樂園 反而進行減價大促銷 是勁排人龍的 所以這個舉動是非常被人退馬的 所以最近的update就是 大致上是這樣 然後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 因為剛剛見到一個message 就說想我做頻道會員 頻道會員的功能 要不要試一下呢 其實我知道有這件事很久了 我也知道很多creator 都開啟了這個頻道會員 給大家加入 所以想問大家 如果我都開啟的話 我都在想如果我開放頻道會員 的話我可以提供什麼 特別的東西給大家呢 如果大家都想加入頻道會員的話 在下面留言跟我說 大家可以提議一下我可以在頻道會員裡面 提供什麼給大家 雖然我自己也有一點想法 但我也想收集更多大家的意見 所以大家請在下面留言跟我說 我們在這裡 我們在這裡 站在這裡 站在等待 韓國就這麼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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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高興 很高興 天 哈哈哈哈 超級緊急 我出這條片的前幾個小時才看到 韓國而取消免簽例如 因為現在香港 台灣馬來西亞 新加坡 越南等等其他很多個不同的國家 都是全面限制了外國人入境 所以韓國是會對以上所說的一些 面簽證入境的國家 是會開始進行相關的限制的 所以現在是會更加嚴格的 管理外國人入境 所以可能是要準備來韓國的朋友 或者是有需要來韓國的朋友 都要注意了 怎麼會有很多的按牌 又要來韓國至少